1976年的春季 22岁的美国青年约翰·罗斯·拜尔勒来到了苏联 作为美国新闻署对苏交流计划的代表 约翰·拜尔勒是美国政府经销细选的精英 22岁的他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 还在密歇根大学自修了俄语 作为交流代表 美国政府给约翰·拜尔勒的任务 是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一年 展示美国青年的良好面貌 在未来的美苏文化交流中担任导游等等 约翰·拜尔勒忠诚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除了日常工作外 他还热衷于跟苏联人套词 他总是对他每一个接触的苏联人 咨询一个问题 二战期间有没有一个苏军女坦克手 在波兰战斗过 女性参战还是坦克手应该很稀有 查起来不难吧 苏联人只能抱一苦笑 你说的那可是一场全民参战的战争 无数的苏联女性加入了苏军 想找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大多数的苏联人都没有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都说 我们不只有女坦克手 还有女飞行员 女狙击手 女水手 太多了数不清的 但是 约翰·拜尔勒对这个问题却非常执着 他说我爹曾经跟我讲过 1945年 他作为美国陆军 曾经在波兰跟苏军装甲部队并肩作战 而且 那只队伍的支配官是女性 只不过全夫不争气 没有记住他的俄语名字而已 对于这个说法 苏联人颇为惊讶 你说美国空军跟我们并肩作战还有可能 陆军 真不扯吗 方向上有点不一致啊 每当此时 约翰·拜尔勒就会端正态度 严肃地告诉苏联人 虽然犬妇的记忆力不好 但这件事 他说的绝对是真的 1923年 约瑟夫·罗伯特·拜尔勒 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德裔家庭里 拜尔勒的父母 从19世纪末就移居美国 经过多年打拼 老两口成功从身无分文发展到了负债链内 大小小到来后 这个只有七个孩子的小家庭 成功成为了贝旧纪对象 虽然出生在这样大富大贵的家庭 但小拜尔勒并没有被耽误上学 家里还是坚持供他上了高中 而且拜尔勒还成功靠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 能上大学 并不是因为拜尔勒有什么做题天赋 而是因为他很有运动天赋 能够获得体育奖学金 1942年6月 武德充沛的拜尔勒成功升入了圣母大学 但是 众所周知 1942年的世界是一个 不不升级万物警发的世界 所以 相比于思想碰撞 大学生拜尔勒物理碰撞的机会更多一些 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 美国政府真的到处摇人 所以 当年的美国大学生 无非只有两种选择 你要么经常打罗斯 要么下海打鬼子 思来想去之后 拜尔勒认为 还是打鬼子收益更大 这倒不是他有啥家国情怀 主要是当年的军队 待遇实在不错 资本家想要敲骨细髓 而军队只需要冲天开两枪 对了几总统的响音就行 因此 拜尔勒依然选择了入伍 跟着几个老仙 一起被拉了撞钉 加入了美军步兵部队 巧合的是 拜尔勒刚刚一入伍 美军就决定组建两个空降师 而拜尔勒的部队 就在招募对象之中 因此 上级给他们提供了选择 你们是愿意当散兵呢 还是当步兵呢 面对这个命运的抉择 拜尔勒早就做好了决定 我想当散兵 拜尔勒想当散兵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远大报复 美国不是非柔 散兵的前途没那么光明 拜尔勒想当散兵 单纯是因为 当散兵可以每个月 多拿50块钱的补贴 但是 拜尔勒并没有自信 能够通过选拔 因为他是个红绿色盲 散将时会分不清 机舱内的灯光 无法确定时机 所以 他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去面试 但没想到的是 当年美国的征兵官 实在过于狂野 当拜尔勒说自己是红绿色盲时 征兵官问他 你收到过床登的罚单没 拜尔勒说没有 但那是因为 OK 这就行了 反正跳伞时 一群人会跟你一起跳的 拜尔勒想说 我压根就买不起车 没有驾照 但他这句话还没说出口 征兵官就已经把一个 大大的批准 扣在了他的文件上 就这样 拜尔勒于1942年9月 成为了101空降师的一员 当成为一名空降兵后 拜尔勒很快就感慨于 这次选择的正确 部队的伙食实在是太好了 什么意大利面肉丸的 奶酪草莓小酥饼 出身富贵人家的拜尔勒 对此满怀一颗敬畏之心 然后 经过一人爆出有恨般的干饭后 紧金几何的命名 就传到了食堂 在未来的人生中 拜尔勒无数次痛恨那些教官 这些教官实在是 HRT的一直不干人事 撑到走路打晃的他 被拉到了库拉西山上 沿着蜿蜒取折的山路 带着装备强行军 连带着后面的教官 连提带打催促他们 很快拜尔勒就开始放屁呕吐 进入在库拉西山下拉西 成功把部队给的食物 原样还了回去 经过这样一次反复工作后 拜尔勒逐渐适应了部队的节奏 闲暇的时候 他开始和战友们一起赌博 虽然不敢玩钱 但他经常连袜子都输光 直到1943年的一天 一项任务改变了他的状况 某一天 团里给了拜尔勒一个任务 让他去监狱里接一名新兵 实际上 二战中不仅苏联有惩戒营 美国也有吸纳犯人当兵的行为 很多犯人都因为特殊技能 被吸纳入军队 而拜尔勒那天去接的贼配军 就是这样一位豪杰 这位豪杰叫蒙蒂 家里在芝加哥黑道上 也算有些地位 具体做过什么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 他家和阿尔卡彭是邻居就行了 蒙蒂的父亲 是芝加哥的职业赌徒 在家学渊源的驾驶下 蒙蒂堪称赌博界的院士 在押送途中 拜尔勒违反了纪律 没有给蒙蒂上戒具 为不要感激 蒙蒂把自己的出签心得 交授给了拜尔勒 从此以后 拜尔勒一转攻势 开始在赌桌上 对战友们可持续性地节奏而鱼 成为了101空降师中 有名的赌神 在训练和赌博中 时间来到了1943年夏天 拜尔勒的部队 终于迎来了任务 他们被派往欧洲 1943年9月 部队在英国利物浦登陆 驻扎在伦敦 引西4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 在这里 拜尔勒并没有感受到 战争的紧张 不过这并不一定是好事 至少对本地百姓来说不是 虽然在出发前 美军高层就下个力气搞培训 不说指望士兵有王室风范吧 至少不要像一群贼黑军 但这种努力显然失败了 拜尔勒所在的506团 一到达当地 很快就成为了本地遗憾 可谓偷得复生半日闲 再偷复生一点钱 506团的士兵们 很讨厌军队配发的军粮 认为这玩意的口感还不如屎 但他们普遍认为 跟英国的食物相比 军粮还算是每个也真凶了 为了解决食物问题 很多士兵开始每天去河里 用手榴弹炸鱼 把本就紧张的军民们 吓个万死 没过多久 考虑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 有些人又闯进了一位 伯爵老爷的私人猎场 把人家的猎物 来了个节哲而鱼 道列之外 几个消息灵通的士兵 还发现了老伯爵藏酒的酒窖 把酒搬回军营 好好品鉴了一下 把老爷子气得差 当场去世 如果仅仅是偷金摸狗 还刀罢了 在美军驻扎后 本地的妇女就开始 集中爆发麻疹 英国政府忍无可忍 把官司一路打到美军高层 最终506团团长决定 封闭日关利 谁也不许出去给我现眼 对于贝尔勒这个老事的来说 这一系列的混乱 与他之间 虽然称不上是毫无关系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深度参与 靠着当卫兵时 给战友放水 贝尔勒很是赚了一笔外快 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 1944年4月 在焦虑的等待中 战争终于降临在贝尔勒的身上了 1944年4月的一天清晨 传令兵通知贝尔勒 马上去团部 向沃尔夫顿营长报道 贝尔勒的第一反应是 完了出事了 肯定是转外快被发现了 带着上坟的心情 贝尔勒走进了团部 敲响营长沃尔夫顿的办公室大门 然后进去以后他发现 营长似乎没有很生气的样子 反而是旁边做了一个 平民装扮的陌生人 这个男人虽然不穿军装 但看架势就来头不小 他打量了贝尔勒一会儿 然后问了一个问题 听说你在部队里外还叫跳步桥 每次跳伞训练都参加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跳伞 作为一个实乘人 贝尔勒如实交代了 50块钱先生 参加跳伞可以多给50块钱补贴 这么直白的回答 把对方给整不会了 这么明显的上级考验的场合 你就不能说点场面话吗 不说什么军人荣誉为国效力吧 至少也不能给个 这么唯心主义的回答吧 面对这个丢人的下手 营长沃尔福顿赶快打圆场 一边说话一边识眼色 没有什么比越出鸡汤的 一瞬间更刺激了 对吧 贝尔勒 开场就是高潮 多么刺激的体验呀 经过惨烈的沟通后 贝尔勒总算明白 那个男人是OSS的成员 需要找个人散将到法国 给抵抗组织送钱 看你小伙子长得挺痛人性的 组织上决定 我火不灭 这两次任务严重干扰了他的训练 甚至连为诺曼底登陆的 最后一次核电都没赶上 而这次错过的训练 将会改变他的命运 1944年6月5日夜 贝尔勒跟战友一起登上了运输机 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目的地 诺曼底 他们的任务是 空降到敌人阵地后方 阻断出入口 配合地面部队的登陆行动 贝尔勒在脑海中 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任务 在飞机上 他摸了摸脖子上的狗牌 和怀里的同事 同事是部队在黑暗中 识别彼此的重要工具 至于狗牌 他入伍的第一天就知道 一旦他离开自己 就代表着小命的终结 他永远也不希望 自己的狗牌能派上用场 伴随着巨大轰鸣 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 约半小时后 空空编队开始向地面快速离近 长官开始爆战 高度400英尺 全体检查装备 准备开舱 此时飞机上所有的人 几乎都在祈祷 因为大家看到了 德军的防空炮火 在天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花 剧烈的震荡 让飞机像大海中的 孤舟一样颠簸 身旁的御书机 一个个的炸开 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念头 无论这里是哪儿 赶快把我们扔下去吧 当飞机降低到最低高度时 没法再等了 绿灯亮起 舱门大开 兄弟们冲吧 御书机舱后 贝尔多依然处于 身魂不定的状态 由于这一天实在过于刺激 他无法集中精力 在下降的过程中 他溜号了 这样的溜号 让他犯了个大错 在恍惚中 他发现自己正在 飘向一个闪光的尖塔 从形状推断 这应该是教堂的尖底 按照简报分析 这里只有一个教堂 除非运输机航线错误 否则绝对错不了 但是吧 哎呦我操 我咋落在这上了 带着呼啸的裂风 溜号的拜尔勒 拍到了教堂的屋顶 好消息是 这次降落 他没有受伤 而且距离约定降落区域 只有半英里 坏消息是 这里是德军的窝垫 我怎么落到敌人老巢来了 好在一片混乱中 德军也没有注意到他 此时拜尔勒尴尬了 他必须得做点啥 自己这么在德军眼皮子底下跑路 肯定是作死 可如果熬到天亮还不跑 那肯定得死的不能再死 死还是不死 这是个问题 为了不死 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思考片合后 拜尔勒形成了一个妙计 既然是窝垫 德军在这儿肯定有发电系统 我对他们的发电室 发动投机 德军肯定会陷入混乱 然后我不就能趁乱跑路了 计划通呀 在夜色下爬来爬去的拜尔勒 很快发现了一个 被栅栏围着的地堡形建筑 他从大门里 看见里面铺设着大量电缆 应该是没错 就是这儿的 拜尔勒扑服到了门边 一颗掌心雷就甩了进去 一声巨响之后 拜尔勒惊讶地发现 周围的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 赶快埋伏起来 对他们继续发动投机 拜尔勒摸到了一处 德军的必经之路 摘下两枚手雷 他感觉德军快出现了 果断甩出两枚手雷 扔到了路上 虽然上一次的投机不太圆满 但这一次经过我的 海量砖精确算 伏击一定能成功 然而两声爆炸后 那条路上一片死寂 一个德军的样子都没有 多年以后 拜尔勒给了那碗的自己 一个准确的评价 我真是小耗子喝猫奶 他不是一般的虎 事实上 在他炸毁发电站之前 根本就没人注意他 此时的德军也是手忙脚乱 只要他悄悄地 趁着夜色跑路 完全可以走得脱 但是拜尔勒 非要画手点睛地 来一次投机 直接也来了德军的注意 其实直到炸毁发电站以后 他仍然可以走得脱 因为德军到达这里 需要时间 但是之后的两枚手雷 完美地完成了爆炸的使命 拜尔勒就这样 凭本事争取到了德军的追杀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成功跑路了 他连滚带爬的 一路跑了二十个小时 终于远离了交战区 此时拜尔勒的前面 有一座骨仓 本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精神 拜尔勒合理地推断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德军机箱潮 走 换个地方休息 于是 拜尔勒转头就钻进了 另一个方向的灌步丛里 体位不堪的他 直接躺了进去 一抬头 嘿 你说瞧不瞧 他直接躺进了一个 德军标准的九人机箱潮里 九个整个带旦的德军士兵 光荣的俘虏 作为一个德裔美国人 拜尔勒可以听懂 德国士兵的谈话 而被押送到战俘营的路上 他听到了负责接受的 德军的抱怨 现在俘虏太多要太少 一个士兵疼得哀嚎不已 而负责押送的德军士兵 则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那就帮他解脱呗 一颗子弹而已 这种对生命的默示 让拜尔勒打消了 装伤命的念头 他跟二十个俘虏一起 被安置在一个块空地上 屁股还没坐热 巨大的枪声就在附近响起 吓得赶快卧倒的拜尔勒 顺着声音望去 发现不远处的树上 挂着一具尸体 那家伙也是个散兵 被挂在了树上 成为了德军炼枪的靶子 拜尔勒默默地 对那个倒霉蛋挨到 直到尸体摇晃的幅度变小时 他才看清了那个人是谁 他是自己的营长 罗伯特·沃尔福顿 那个几天前还在说 等战争结束 要请大家吃牛排的长官 现在就这样毫无尊严地 挂在了树上 拜尔勒强忍悲痛 他终于明白 自己身处一场怎样的战争 他此时意识到 纳粹跟文明俩字是不沾边的 为了活命 自己必须逃跑 然后他就成功了 作为战争史上 规模最大的行动之一 诺曼底当路中的盟军 对着德军是全方位的猛攻 抵挡不住的德军 只能带着俘虏后撤 而盟军飞机 很快就发现了拜尔勒的车队 对着车队狂轰乱炸 在轰炸中 拜尔勒被崩飞 屁股上挨了一块盟军的炸弹碎片 拜尔勒喊泪进行了简单包扎 后发现 由于场面一片混乱 压送的人压根没理他 直接走了 他就这样成功脱离了战俘队伍 开始一路向盟军方向挺进 爬了十几个小时后 疲惫不看他拜尔勒决定休息一会儿 他看路边一个炸弹坑 大小长短正好 决定躺进休息一下 然后一个咕噜进去 这一次他还成功在屁股上挨了两次刀 未来一段时间里 拜尔勒跟着俘虏们一路向东 一直抵达了德国境内的林宝 你问他为啥不跑了 因为他挨了一枚炸弹两次刀的屁股 实在不允许他有这种非分之下了 维尔特跟他一比都算是个健全人 抵达德国境内后 终于有人审讯战俘了 两个军官开始一抬一趟的 想从拜尔勒的嘴里掏出点什么 此时拜尔勒表现出了晶韧的骨气 面对敌人的审讯 他坚持底线 即使回答也是趋于尾夷 什么 你问我们营地在哪 我们营地在纽约公圣号公鞋对面 洛杉金人民医院西南家 找个去吧你 拜尔勒的坚真不屈 其实未见得是有多少家国情怀 为了50块钱就能改行的人 不要指望他有什么高尚理想 拜尔勒的坚强主要是源自 他出于战友情而得来的仇恨 多年以来 拜尔勒一直对自己当年的铁骨铮铮 颇为得意 直到某一次 他遇到了一位情报公众的老战友 老战友对他的坚强数为不解 你一个小兵能掌握啥重要情报啊 即使有也早过期了 德国人问你啥 你输啥不就得了 白挨着一顿图个啥 在战俘营中 身负重伤还受虐待拜尔勒 虽然称不上是生龙火虎啊 至少可以说是奄奄一息 本来拜尔勒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然而在他还生一口气的时候 德国人把他拉了过来 进行了一丝清洗 还找了个护士给他治疗了一下 并换上了干净的外套 等拜尔勒反应过来 战俘营已经干净的一尘不染 让他怀疑 自己是不是进到古拉格大酒店了 在拜尔勒没搞清状况时 他就看到了龙美尔 龙大帅是个体面人 他老人家来视察 战俘营怎么着也得看得过去 因此捎带着拜尔勒也捡了一条命 1944年9月 拜尔勒随战俘们再次转移 这次的目的地 是柏林以东80公里的牛马克 新营地编号为3C 3C是个国际化的专业战俘营 它建立于1940年6月 本来是为法国战俘准备 巴巴罗萨行动之后 又开始关苏联战俘 1944年9月 第一批美国人抵达 各国士兵们有缘千里 来到了这里共享胜举 由于是大战俘营 因此3C战俘营相对正规一些 营地里将各国战俘们分别关押 红十字会不定时的 会给战俘们提供一点物资 比如炼乳罐头香烟巧克力等等 这些东西迅速成为了 战俘营里的硬通货 但是德国人绝不会给苏联人分配物资 拜尔勒后来回忆到 如果我一万名苏联人死在3C 那并不是因为营地没有食物 而是德国人不给他们 在和苏联人有限的交流中 他看到了苏联人已经对生死极其麻木 还对拜尔勒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如果你今天死了 明天就不用再死了 相比于其他营地 3C的德国开手相对比较温和 负责他们院子的是个叫 舒尔茨的德军一战老兵 也许是岁月洗练出来的平和 舒尔茨对那些年轻战俘们 并没有多么凶神恶煞 还经常和他们开玩笑 很好说话 在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 拜尔勒养好了伤 重新开始琢磨起越狱的方法 他加入了战俘营中的越狱委员会 作为越狱积极分子 拜尔勒提出了两条方案 第一条是老北京方法 挖地了 第二种是武装劫持卫兵 然后开车跑路 面对拜尔勒的热情 委员会异常无语 他们说挖地道这一条 之前有英国人试过 三次营地紧挨着奥德河 这群英国人地道却是挖了 伪中不足就是不知道 他们现在埋在哪了 至于揭持守卫 这事儿必须足够多人 而且大规模往外冲 咱们要是有这人手 还至于当俘虏吗 你老人家还是一条点拟人的方案吧 或者干脆躺平 等战争结束就行 想不出方案的拜尔勒郁郁了 无所事事的他 又重新成为了毒狗 以红十四会给的物资为筹码 每天开盘 靠着过去学的出签技术 他很快就赢了足足60包烟 连德军守卫 则对他的富裕羡慕不已 表示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敞开收烟了 现在外面物资也很紧张 你这些烟出去都是比巨款了 德军士兵这么随口一说 拜尔勒上心了 当天晚上 拜尔勒向越狱委员会 上报了自己的新方案 我拿出十盒烟贿入守卫 买他在站岗时 看不见我们捡铁丝网 再实行失明如何 委员会的长老们笑了 德国人疯了 冒着杀头的风险 就为了换几串烟绸 你的计划没有可制应性啊 结果第二天晚上 拜尔勒就通知诸位 我已经搞定了 不过那小的要十五盒 十盒定金 我们出去后再给五盒 面对如此形势 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 大部分人认为 这是德国人的陷阱 而拜尔勒的两个小兄弟 奎因和布鲁尔 则觉得值得一事 哥尔萨开了个小会 赛人一致认为 从柏林东部出发 向西去找盟军的话 确实路途比较遥远 不如我们向东 投奔苏军吧 听说苏军已经打到波澜了 大方向定了 进而就是跑路方式 三人组发现 营地不远处 有德国火车 往前线运物资 咱们巴上一辆往东走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苏联人了 主意一定 三人组和卫兵约好时间 然后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行动那天早晨 一辆拉肚豆的马车 经过了营地 恶极眼的苏联人 和梳的荡裤子的盟军战俘 都动了心思 跟着马车一路小跑 抓起土豆就往怀里塞 这样的举动很快引发了哄抢 德军卫兵国断开枪 喂了一口土豆 战俘们一个个倒到了雪坡里 马车也翻倒了 看着漫天飞舞的土豆子 拜尔勒下意识地伸出手 然后一颗子弹 就打穿了他的左肩 强忍腾弄回到营地后 拜尔勒发现另一件尴尬的事 他的狗牌不见了 想来是中枪的时候被甩飞了 虽然负了伤 但越狱计划还是要执行 当天晚上 哥撒尿巧的来到了铁丝网前 在约定的地方剪断了铁丝网 扬长而去 哨兵果然没看见 离开营地后 三人狂奔跑到了铁路边 很快就跳上了一列向东的火车 拜尔勒对那里火车非常满意 因为上面装满了粮食 起码这一路上饿不着 高度紧张后的疲惫 很快让哥撒犯困 他们躺进车厢里 也好好睡了一觉 梦中的拜尔勒 正在畅想未来的幸福生活时 他突然听到了一声气急败坏的低头 我靠 车怎么在往西走 拜尔勒瞬间清醒了 他赶紧把车厢推出一条缝 很快看到了路牌 好了 不用究竟向东还是向西了 咱们他们到柏林了 后来拜尔勒才明白 在他们上火车时 火车确实是向东行驶 但那是为了去一个场站换轨 在哥撒睡觉的时候 火车就一路把他们 带到了伟大的第三帝国的首都 考虑到自己在柏林的处境 可能会不太好 哥撒果断决定跳车跑路 找了个寒农猫起来 可是柏林不是乡下 三个人几乎无处可去 游荡了三天之后 三人成功被盖世泰宝 扔进了黑牢里 在被捕的当晚 拜尔勒就重塑了世界观 跟盖世泰宝相比 之前国防军的审讯 那都不叫虐待 只能算是爱的抚慰 盖世泰宝不想在他身上 得到任何东西 只是为了折磨他而折磨他 在盖世泰宝的黑牢中 拜尔勒的双臂都被打得脱丘了 每天只能趴在地上 吃一些黑面包的残渣 就在拜尔勒犹豫 自己要不要求个痛快时 救世主来了 一名国防军上校 把他和两个同伴领出了黑牢 送回了3C 国防军之所以如此擅心大发 是因为越狱三人组 算是他们执权范围内的人物 盖世泰宝理论上无权处理 在回去的路上 德军上校跟他们说 别再尝试越狱了 战争应该很快就会结束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回家 回到营地后 一向还算平和的舒尔茨 暴打了拜尔勒一顿 你们到底多蠢才会干出这种事 战争就要结束了 我们到时候都可以回家的 从现在开始 你得做个好孩子 拜尔勒有些疑惑 缺乏信息的他 也没想到德军士气 崩得这么厉害 但这一次他发现 自己在营地里居然被孤立了 因为当初你们哥仨一路跑 惩罚可是大伙一起背的呀 总被人孤立是一种很难受的滋味 1945年1月 拜尔勒和布鲁尔奎又凑到了一起 要不咱们再跑一次吧 总比在这儿受气强 已经颇有经验的拜尔勒 又拿出了一套方案 这次计划很简单 就是趁守卫不注意 钻进宋太马车上的木桶里 直接混出营地 这次出去连火车都能拔 有消息说 红军离这边可能就80公里了 整个计划的前半部分 执行得非常顺利 哥尔萨敦木桶成功混出了营地 不过很快就又出了意外 马车没走出去多远 就不小心撞上了石头 直接翻掉了 然后你猜怎么着 这仨人从桶里被甩出来了 营地哨兵发现了 塞人的越狱行为 要说拜尔勒却是经验丰富 他立刻大喊一声 分头跑 迈着大肠腿绝肾而去 这一次他成功甩掉了追兵 听着炮声一路向东而去 1945年1月的一个星期五 拜尔勒躺在了一个骨仓的阁楼里 这一次他很幸运 没有钻进德军的吉祥潮 昨天白天他看到了撤退的德军 拜尔勒有种预感 苏联人要来了 当太阳再次升起时 这种判断得到了证实 拜尔勒看到了不远处的农舍边 停着坦克 似乎其中一辆坦克 还是美国产的谢尔曼 在坦克旁边 一群红军士兵在吃早餐 建议打扰别人吃饭 很容易被打死 拜尔勒决定等他们吃完再出去 他掏出了最后一盒香烟 高高举起了双手 在迈出古仓大门前 还高喊了一声 这声大喊把苏联人吓了一跳 几个吃早饭的士兵 立刻分散开来 发现对面只有拜尔勒一个人后 红军谨慎地靠近搜身 看到外套和纽扣后 他们有点相信拜尔勒了 已经呃懵逼的拜尔勒 赶紧指了指自己的嘴 又指了指地上的锅 红军明白了他的意思 分给他几大碗猪肉汤 拜尔勒总算活了过来 大约一个小时后 两名军官过来看他 其中一个懂一些英语的郑伟 详细询问了拜尔勒的情况后 郑伟也比较懵 表示自己还是头一次遇到美国士兵 你先休息 我向上级汇报一下 一天以后 一个军官来探望拜尔勒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军官居然是一名 爽朗且健壮的女人 女军官不止带着郑伟 还带来了一个翻译 双方交流了几句之后 拜尔勒尴尬地发现 俄罗斯人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自己根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他只能称女军官为少校 少校告诉拜尔勒 直接去美国大使馆就行 说完女军官拥抱了拜尔勒一下 用俄语跟他告别 再见同志 对于这个结局 拜尔勒是不满的 因为他并不想回到后方 新城就混交加的他 想要重回战场 另一方面 他也担心跟自己一起越狱的两兄弟 三个人一起越狱 那两个人结果如何 还不知道呢 所以他对少校的安排表示了拒绝 我不是一个被解放的战俘 而是自己跑出来的 我想我有资格 跟你们一起去打纳粹 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后方 对于拜尔勒的申请 少校非常高兴 以至于下令发了一顿福特加 今天我们喝个通宵 拜尔勒惊讶于少校如此痛快的 就答应了自己的请求 让他怀疑 他们是不是只想找个游泽喝酒 在狂欢中 少校给拜尔勒安排了他的岗位 你就当我坦克坐车的步兵 跟着我就行 拜尔勒知道这算是一种优待 因为战斗中 指挥官附近的人更安全一些 拜尔勒请求得到武器 于是就有了一把勾勃杀 继而拜尔勒询问 可不可以给个钢盔 政委说我们没有这玩意儿 全队只有坦克帽和编织帽 你不开坦克 我的编织帽送你吧 于是拜尔勒穿着101式的外套 手拿拨拨沙 套个毛线编织帽 就为美极速军重新上阵了 拜尔勒所在的部队约500人 是典型的不坦火和编织 这支部队已经熬战了两年 伤亡极其可怕 几乎很少有人能活过四个月 他们的战术 在拜尔勒看来难以理解 开战之前 部兵会撒到前面探路 如果他们遭遇战斗 或者没能回来 就大体确定那边有敌人 这时少校才命令 坦克冲过去攻坚 如果搞不定 那就呼唤团部 用炮火覆盖一遍 再去打 拜尔勒认为 这些部兵的地位很低 否则绝不会这么被消耗掉 他不理解 为啥明明可以用技术解决的事情 非要用人命去填 政委说 你的办法有用 但是不够快 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国家已经打烂了 撑不了太长时间的消耗 在战斗中 苏联步兵总是把拜尔勒挤在中间 虽然这是一种照顾 但拜尔勒还是不喜欢 这种被照顾的感觉 在行军中 拜尔勒也见识到了苏联人的艰苦 气温实在太低 军量永远是冻的 夜间坦克发动机不能停转 火都也会冻住等等 在行军过程中 拜尔勒懂得如何迅速引爆 反坦克地雷 在他的帮助下 部队可以快速拆除德国人的路障 行军速度加快了许多 在结界胜利之中 拜尔勒的部队终于杀毁了 3C营地附近 他请求女少校能够带着他 杀毁战斗营 他也回去解救那些 还没逃出来的战友 少校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为什么不去 我们本来就是要清扫着 一路上所有希特勒的爪牙 方向已定 这支坦克部队开始猛冲猛打 1945年1月31日 部队杀到了3C营地 营地里的德军严阵以待 但在坦克面前 他们的抵抗是如此的脆弱 激战数分钟后 坦克撞开了战俘营的大门 3C营地解放了 拜尔勒赶紧冲进营地 来到了原来居住的院门前 隔着梨袜向里面的战俘打招呼 拜尔勒顾不上战友们的惊讶 赶快询问他们 部罗尔说亏因吗 他们在吗 屋子里沉默了片刻 拜尔勒得到了回答 他俩就埋在了院子里 你们越狱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被捉住 被德国人追上杀了 拜尔勒默默地走开了 他来到了参守办公室 少校需要他帮忙 德军开手朔尔茨的脑袋开了花 拜尔勒泪流满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朔尔茨算是他的朋友 至少两个人都期望战争结束 能和家人团聚 少校不解地看着他 对于德国人 少校是没有任何同情的 占领了战俘营的部队 清理了现场 近万名战俘被拯救后 收尾工作留给了后续部队 继续向西进攻 随着战线逐渐靠近 德军的抵抗越来越激烈 甚至斯图卡也出现在了战场上 二月份的某个清晨 拜尔勒在睡梦中 听到了斯图卡特有的奸笑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炸弹的眼前越来越大 然后自己就飞得出去 拜尔勒很幸运 他摔进路边的水坑 保住了性命 但炸弹炸伤了他的屁股和腿 女少校忧心忡忡地 看着他被拉走 军医很快拿出了结论 美国同志死不了 但必须送回后方医院休养 他没法继续战斗了 少校有些难过 他轻轻拥抱了拜尔勒 说出了德国人 也曾经说过的话 美国同志 战争就要结束了 现在你也该回家 和亲人团聚了 说吧 少校转身跳上坦克 部队再次出发 每一个苏军士兵 在路过拜尔勒的担架时 都会对他高声呐喊 柏林 被送到后方医院的拜尔勒 得到了很好的照料 他还遇到了另一个元帅 朱可夫 朱可夫知道他的经历后 相当震惊 开了玩笑说 从路漫底漂到这儿 确实远得过分了 朱可夫给拜尔勒 办理了特别身份证明 让他可以一路到达莫斯科 抵达了美国大使馆后 外交官通知了拜尔勒 一个有点意外的消息 亲爱的约瑟夫拜尔勒先生 你已经死了 说来比较搞笑 在那次跟着战俘一起 抢土豆时 由于狗牌被甩丢 竟然场面过于混乱 德国人把一具尸体 结合狗牌 当成了拜尔勒 通知了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通知了美国方面 陆军给拜尔勒的家人 送去了勋章 民政部门给他家发了抚恤金 甚至社区教堂 连葬礼弥撒都做完了 按照我们的记录 你可不就是死了吗 好在拜尔勒入伍时 部队记录了他的指纹 靠着指纹识别 拜尔勒成功证明了 自己是个活人 1945年4月11日 约瑟夫拜尔勒乘坐飞机 回到了波士顿 经历了从西县到东县的战争后 拜尔勒活着回家了 1946年 在当年主持他葬礼的 牧师的见证下 拜尔勒结婚了 之后的拜尔勒 平静地工作了一生 作为航运总监 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8年 但是余生的他 一直被一个谜团困扰 当年红军那位 女庄家指挥官到底是谁 他是否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 拜尔勒的谜团 影响了他的儿子 小拜尔勒从小就对 东方国家充满兴趣 所以参加了1975年的 那个交流项目 2008年5月 拜尔勒的儿子 约翰·拜尔勒 被任命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对于父亲当年的疑惑 小拜尔勒后来找到了一个 可能性很高的答案 目前普遍认为 拜尔勒加入的是 红军传奇女坦克手 亚历山德拉 格里格里耶夫纳 萨姆森科的队伍 萨姆森科于1922年出生 12岁级参加红军 在苏芬战争中斩露头角 在卫国战争开始后 他加入了装甲部队 参加过库尔斯克战役 攻入波兰后 解放了三四一战复营等等 虽然有些细节 不能匹配上拜尔勒的回忆 但萨姆森科很可能 就是那位拜尔勒 记不住名字的女少校 遗憾的是 萨姆森科没能抵达柏林 1945年3月3日 他在一个小镇 殷商牺牲 年仅23岁 而被他解救的 约瑟夫·拜尔勒 于2004年 在睡梦中离世 让这一段 关于勇气和传奇的故事 在时隔60年后 在大洋的两岸 各自画上了句号